今天我來到旁邊Gianni 在中環東方標榜的一個展覽 介紹他們今年最新的Nordford 1 這次展覽有幾個亮度 特別是他們的Tonda GMT 它用了Speed Kono這個功能 去做GMT這個功能 是其他品牌沒有做過,是首創 另外Skeleton的Tonda 亦都很漂亮,因為整個Skeleton 是很有優美、很有美態的 今天我們先從Parmigiani Tonda PF的Skeleton本標講起 Skeleton,大家都會想起 又是把扭胸通透了,看到機身 對,如果大家都有大過 玩過Skeleton本標 你看到它的Bridge 比較Squared 比較硬崩崩 但這一隻來說 我覺得很有心思 在Bridge的設計 是比較Curve型 比較流線型 所以你問我女士的配搭 都可以,因為不太硬崩崩 但同時這隻Bridge 亦都彰顯到 一些Watchmaking的技術 的技術 Bridge's 是很多用了 杜國打磨 或者斷軟打磨 是做得很有層次 很有不同的質感 變成我欣賞的Bridge 其實都挺賞心悅目的 它那個Bridge 是加了一層 叫NAC Coating 這個Coating 什麼叫NAC NAC 是一些 捉白金 Platinum的合金 來的 所以你要看到 標橋 是有一層 深灰色的 顏色走出來的 但是品牌 又很有心思 在用了Rose Gold的 Hour Hand 和Minute Hand 去做這個配搭 所以你看到 紅金 和 深灰色 配搭 的時候 這個Contrast 是做得很舒服的 我覺得兩個Color 幾Harmonious to each other 這樣 說明是標盤 是Skeletonized 所以盡可能是 被那個配戴者 去望到一目了然的 所以看到它的指針 都特別做到漏空 那些時標 盡量都在那個Ring 上面 不要遮擋住漏空的設計 感覺做到 有點半圓浮 Skeleton 可說是品牌 早期很撒家的款式 這十年的Skeleton本標 你問我 其實是簡化了 無論是很多大的牌子 它做Skeleton 就是這樣 就是漏空了 讓你看到機身的部件 那些Bridge 就跳通了 這樣 那其實再早期的Skeleton 我會覺得 更加難 為什麼呢 它會在 跳通了的地方 那些Ring的地方 再跳花 如果你力度過大的 可能被你弄爛了 如果力度不夠 又突顯不到 這種跳花工技術 或者這種Pattern 所以那個力度要剛剛好 不能太大力 不能太小力 所以其實增加了難度 我覺得現在 因為 你要這樣做 它花的精神時間更加多 變成做出來的表 就更加少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品牌 開始說 我給Skeleton 不過就未必 給你挑花 這個程度 或者現在的世代又不同了 現在是 簡約 運動 反而這一類的設計 就更加適合現代人 或者現代的trend 為什麼會有Skeleton 出現呢 我看那些文章 他就說 在1805年 即是19世紀 剛剛達入19世紀的時候 很奇怪 手錶好像經常跟戰爭有關 Skeleton都離不開 話說 拿破崙揮下 有個小兵 這叫什麼兵呢 他叫探治兵 監視著敵軍 好像英國 奧地利 俄羅斯 聯軍來打 拿破崙 但是這個兵仔 監視的時候 突然發現自己的槍 壞了 壞了 總之要整 在箭頭那裡 拿下來 找工具 去修理槍 話說 這個兵 這個士兵哥哥 他當兵以前 是一個 做挑剋師 他就 就地取材 就在自己的袋裡 拿了一個懷錶出來 就在懷錶裡 挑一些金屬出來 刮一些金屬出來 然後用他的方法 就 撿回 維修 他的槍 當然 不要去 弄好地錶 又被他搞定了 之後 因為這個兵哥 這個士兵哥哥 家裡有太太 他很掛著太太 所以 他已經挑了地方 又再挑一些花 那些什麼花呢 話說是他太太的頭髮 那些 軟軟的 髮型 髮型 那些很意外的 一個 漏空錶 話說 這個 Pocket Watch 真的 擺在法國一個 Museum 的地方 做淺欄 話說 這個就是 Skeleton 錶 最原始 就出來的時候 是這樣的背景故事 信不信 就由你了 如果我們講開Skeleton 的碗錶 大部分 都會想到 一定是 手動上鏈 為什麼手動上鏈呢 因為手動上鏈的時候 如果你用自動架 你就會遮擋了 那些 movement 那些 bridge 那些 漏空的地方 你變了不可以 完全可以欣賞到它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品牌都會用這個手動發條 這個錶 就告訴你 其實不是的 都是用鏈子 不過鏈子 是漏空了 中間 是完全可以 通透 看到機身 不過 它用了22K金的材質 是很有分量 去推動鏈子 去轉動 所以 也是另一種微學的考量 所以我覺得 品牌知 Menu Winding 但其實它特意 又去挑戰自己 去做一個自動的鏈子 所以我覺得 它是很有心思 去做這件事 品牌除了 展示牌的 精神技術之外 其實都讓用家 可以看到 機身 一些很重要的部件 例如 如果我上鏈子 你會看到 那兩個鏈子 是在轉動的 如果它不是精神 你已經看不到 而且 平衡的鏈子 通常是反了 之後 在底部看到 但這個 在錶盤的正面 你都會看到 60小時的Power Reserve 是雙發條股 那你可能會問 雙發條股 是否應該 不止60小時 通常如果兩個雙發條股 很多時候會是3天 3天 或者5天 甚至7天都有 那我看了 那些 Press Releases 它沒有很詳細解釋 但我根據個人的經驗 可能是因為 你知道 發條 它Release Energy 的時候 它都會和發條盒 之間磨擦 那磨擦的時候 其實損耗了 一些不必要的Energy 那有第二個發條的時候 就補償 這個發條 會失去的 能量 變成 整個Energy 的輸出 就很穩定了 所以 就算 那個Power Reserve 只有60小時 但它做到 那個輸出的動能 是要 坦白的 因為如果輸出動能 不坦白的 可能是前面 勁點 後面弱點 都會影響錶的準成度 但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現在都在說 Luxury Sport Watch 你看到 整條是Bracet 有些 漂亮的金屬 整個運動錶的款 還有這個錶 是真的有防水功能的 它是40mm 你問我今天 就適合 現在的潮流去佩戴 厚度 不是很厚 只有8.5mm 因為如果是太厚的錶 大量不舒服 但如果你是太薄 又 Skeletonized 之後 你又覺得它太薄 沒有質感 而它剛剛拿捏得很好 所以我戴上去的時候 感覺很舒服 不會覺得很 很鋼 很生氣 因為這個錶是紅金 所以戴上手 真的有些質感 有些重量 如果要鋼錶 就會輕輕很多 Permigronic 是一個小種牌子 不像RWC GLC 或者PT 的知名度那麼高 都是一個獨立製錶人品牌 不過 它跟一般獨立製錶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後面 很有支援 什麼意思呢 它擁有自家的機芯廠 擁有自家的錶盤廠 它同步是其他品牌供應商來的 換句話說 簡單一點 它整個錶 所有零部件 所有東西 都可以自己一手去做 可能這製錶人 雖然它這個概念 有這樣的能耐 但是 或多或少 它都要靠外面的企業 幫助它 但它那些 就叫In-House 而且 它的背景 都是在走高 它的連產量 又不會特別多 所以 它每個東西 都很講求 技術 和製作 多或少 都要跟它有關係 因為這位 Michelle Parmigiani 是一個復修大師 它這個 就算是 PP Museum 做不到錶 也要找它幫忙 那是什麼意思呢 在製錶業界 是有很多地位的 所以 這麼多種的背景 原因之下 品牌的定價 一定不會低 一定會高 比如說 這隻 鋼錶 51萬 定價 如果是純鋼錶 又好像 表現不到 或者給人不到 一個很優秀的感覺 所以 在Beso上面 它用了 觸白金 去造成材質 變成又將高貴度 又提升了 我手上戴這隻 就是76萬 它的工藝 它的定位 我完全沒有懷疑過 不過從市場角度去看 就說 咦 這兩個價錢 會不會浪了一點呢 30萬左右 已經是一隻不錯的 Skeleton 當然 如果再貴更多 30多萬 我也覺得很合理 如果定價去到50萬 嗯 但的確 有收藏家懂得欣賞 不僅不介意 還覺得物有所值 我經常說 百貨中百客 聽說這兩款扭空本錶的訂單 品牌已經接到手都遠了 所以我覺得 它有它的支持者 一定的支持者 有些人買錶 大家的目的和雀眼點 是不同的 有些人注重投資價值 也有人以工藝為重 大大小的價值 就只是其中一個規例 對吧 只是很多看持續 它的工藝 它的歷史 這些很基本資料 或者一個很巨鳥的 一些集合 cookbook好像 です 它不是一城不變的 現在任何藝術 可能 pollux 他下次很好 會在行業是最大的功能 過年的功能 還想在新年 所以הピ rhythm 它的建築就不會只局限於某個品牌 或局限於某種工藝 或局限於某種類型 那你有沒有朋友會有些特派呢? 有,只買奴隕士給我買 30隻奴隕士都放在這裡 我看著它 30隻奴隕地通俄 那是怎樣呢? 那你是不是真的 認識中標文化呢? 那就是問號 如果想再看多些品牌的其他品牌的模特兒 不如跟著我去東方標行 除了這兩個新款之外 其實品牌也要展出其他產品 這裡看到兩個顯示器是很特別的 為什麼這個Windows Display 會用上大墨做這個Decoration 因為你看到這個Honda的系列 Honograph也好 Annal Calendar也好 或者純粹Date的手錶也好 它上面的標盤 是用了大墨的靈感度設計的 所以品牌很有心思地 就用上大墨這種做背景 這個展覽為期兩個月 由現在到十月底 如果你對Parmigiani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來到中文的東方標行 來一睹這些Parmigiani的風彩 來一睹Parmigiani的風彩 那個 universities 來一睹Parmigiani 另外一睹Parmigiani 以來有你反省的風彩